新西西来社区华同中心 驾立有来自美国、加拿大回来的华教 来参观到台语专家、党政宏老师 担任社区的老大人学习和后的库庭 有点要来欢迎人陈丽挑挑来到新西 社区的老大人是周辉秀 新西西来合作者的客户来讨论 并且是资到古典美的米家来看台 新西西西来社区华同中心 今天是非常劳烈 由来自国华回来的华教 在台语专家董锋镇老师的专家 是来参观社区老大人和汉娥的课典 为了要欢迎人陌生路都摇腕 来到新西西来 社区老大人是作为首席 新港社来合作者来跟他们懂得 新西典美帆无避担 奉猛的水族出汗 这条是相当对我们社区做意义的 它里面就是在介绍社区的 就是说环境很清幽 我们又在南科的隔壁 这些就是律师会去原地 所以我们这些认为要真有意义 先说传传说新港社来是 是以前这里有名的 为美国家酒回来的刘主越 在离开台湾有40多年以后 第一次回来就有机会 能够看到各种的同学董锋镇老师 为了后更多人了解 这些是台义 是不断在每一个地方 提供汉娥文化 会希望台义能一直流传下去 其实台义都会是国际 都变成法国 变成英文 英国这样的 我看台湾这些大人 可以开始提供 到我们这些日台 可以提供 让我们比较多的机会 这些人我们的日台 可以说比较多的台乳 在参观客店和唱歌动路一后 新市下来社区发展协会 也准备了传统古代味的物件 来教台湾 并且由社区在署上位签付 增上新市民散 白脸无農産品 让他们早上去国外拼销 到处点 既然肖建伟 新市区彩虹不得 再探索 有加温柔 接上去进去 我们做梁 的